哈喽,今天跟大家分享黄梅酒的制作方法 黄梅青梅其实是一个品种 青梅一般在4月初开始采摘 黄梅要等到6月初才开始采摘 个人觉得黄梅的味道会更香浓一些 但是都一样的,酸到掉牙 拿来泡酒是最好的选择 今天的酒我用的是低度酒 可以选择高度白酒和清酒来泡制都可以 用高度酒泡制的梅子会回缩的比较快 低度酒就没有那么快回缩 黄梅一定要把坏果拿掉 然后再加入盐浸泡10分钟左右清洗干净 记得要多清洗几遍比较好 清洗干净的黄梅一定要晾干水分 我这次选用的黄梅是来自云兰 冰糖的比例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 提前准备好干净的密封罐 密封罐一定要保证无水无油 晾干的黄梅放进密封罐中 一层黄梅一层冰糖 依次放到8分满就可以了 再倒入酒 酒没过黄梅差不多2厘米左右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贴上标签 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 存放3个月左右就可以打开喝了 存放的时间越久越好 避免阳光直射 中间一个月拿出来排一次空气 这是一款特别适合女生喝的酒 现在也正是黄梅成熟的季节 喜欢的现在动手做还来得及哦 不然就要等到来年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关注橘子美食机 我们下期再见